第一卷,这卷是第一卷,这是五十克的 第二卷的话应该是化融盆 这个是第三卷,放我们的热红里 第四卷,融盆布 第五卷的话,这是我们的二十五克的盲布 这个布料是换的呢? 换料的话,我们这里有颜色螺丝 松掉就好,松掉我们取下来 这二十五克的盆布,你可以失去 改变的材料 放下来就好了,好,整个是拿动的 上吊的话,放上去就好 里面那一个的话,暂时不要动 如果调好位置的话,就不要动它 嗯 看,这个就好 往前面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进鼻梁吧 里面的话,我们换的话 那边的话,一个卷子 我们把卷子取下来就好 这就是我们的内略的盘子 取下来的时候,按照目前的主形状 穿进来 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压紧的 压紧装 就是说我们的里面放进来之后,要压紧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就传送不过来 我们把它拧紧就好 送料的话,我们比如说,把皮梁送进这个口子就可以了 不要塞得太近了,塞得太近了 塞得太近了,有什么问题 顶花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调这个花纹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调两分的气缸的一个高度就好了 还是我们的一个斑 调这个顶松或者领紧就是调节它的一个高度 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机面 但是我们在调色画的调色的话,就进入我们的一个调色画面 调色画面的话,是前站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联络 鼻梁,鼻梁切刀 就是说我们在自动状态下是可以操作的 重型形架,就是说我们抬高我们的一个花魂 重型操作摸,就是说我们在 重型状态我们给试一下的一个操作做的 就是说我们要打到手机 你切换一下英文界面 英文界面我都不知道了 你知道你切换了 切换的话是在手页里面 在这个里面 这边是在手银里面 这边是在手银里面 中脚的一个扰盖 在手银里面 它是在手银里面 然后是在手银里面 所以我们在手银里面 所以我们在手银里面 在手银里面 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4个耳带 夹子的一个条的一个角度 包括我们的夹,给我们的放,就是我们的一个角度位置